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拜訊 本週三,10月23日早上3點鐘,西甲將迎來一場較量 巴塞隆拿將會在主場迎戰不以包 巴塞隆拿本賽季聯賽主場發揮穩定 4000全勝,並得失球比為11比2 顯示出強大主場的戰鬥力 另外,巴塞隆拿在主場保持著本季面對不以包4連勝的佳職 優勢巨大的巴塞隆拿,本場比賽應該首到拿來 另外,M直播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在本賽季裡,巴塞隆拿是歐洲五大聯賽中 各項賽事保持不敗的球隊之一 但巴塞隆拿的防守出現一些問題 例如,西甲聯賽第九輪,巴塞隆拿作嚇以2比2逼拼格蘭納達 球隊在上半場就連續失球 巴塞隆拿的防守的確有點狼狽 9場聯賽出現3場和局 這也是巴塞隆拿只是排在西甲第三的原因之一 另外,巴塞隆拿今季在進攻端方面 對波蘭前鋒利雲道夫斯基的依賴有所降低 要知道,在上個賽季前10場的西甲賽事裡 巴塞隆拿已經取得24個入球 利雲道夫斯基的入球數就有11個 接近球隊總入球數的一半 在本賽季巴塞隆拿目前在聯賽取得21個入球 而今季利雲道夫斯基的入球數只有6個 很明顯,費蘭托里斯等人分擔了進攻的壓力 鑑於巴塞隆拿目前正受傷病潮所影響 主帥沙維就必須想一些解決的方法 而陣中球員例如費蘭托里斯、祖奧菲力斯等球員保持不足的狀態 甚至小將拉米利耶馬也有表現 人員短缺的情況下,他們的發揮也不足 相信他們能支撐球隊在主場勝利 在巴塞隆拿陣容方面 後衛古迪、中場江沙里斯和前鋒比諾利等人 均有不同程度的傷患 今場將無法上陣的 在北爾鮑方面,本賽季北爾鮑在西甲保持不足的表現 9場比賽中取得5勝、2和、2負的戰績 保持超過5勝出率 9輪比賽過後,佔據在聯賽積分榜第5位的位置 前一輪西甲的比賽,北爾鮑作客以0比3不敵王家蘇斯達 遭遇到本賽季最大的球差敗仗 並且此前連續6場聯賽不敗就此終結 相論聯賽,主場面對艾美尼亞 貧席古勞薩達等人攻入3個入球 在主場獲得大勝 可以較為明顯看得出的是 不以包欺善怕惡的屬性 球隊在本賽季的失利 分別不敵王家馬德里和王家蘇斯達 這兩隊球都是經過西甲九輪聯賽後 排在前陸的球隊 如今面對排在聯賽第三位的巴塞隆拿 不以包並無太大的優勢可言 而對於不以包的主帥華為迪來講 面對巴塞隆拿將是一個特別的時刻 因為他將會帶領不以包面對著舊東加 在上個賽季,華為迪重返不以包執教 兩次在聯賽和巴塞隆拿碰頭都是輸球而回 而這兩場比賽,不以包也無法取得入球 同時亦都出現五個失球之多 如今不以包將會作客來到巴塞隆拿的老型球場 相信不以包今場都不會有太多的反抗能力 在不以包陣容方面 後衛艾華利斯因為傷 將會備戰今場的賽事 我是Wally,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post 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記得給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 by bwd6 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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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算